大家好, 华记8月18日直击报导 今天要讲讲这个新美 有个叫过家老鼠 昨天收市应该是25.6 一般来说, 如果阳明那套机场特警平均30以上 或者32计 他都应该是欠了6点 而且你看看他8点半之前那套外回家 他的收市平均都是30以上 所以昨天晚上, 国家老鼠的收市应该是跌了6点 那些人以为他收5点8点 不是的, 是跌了6点 但都明显是转台适机的 但他这个情况也不是太理想 因为他有25点多都很多人看 所以他应该就不会腰斩和下架 如果大家真的想反映民意 要这个国家老鼠下架 大家一定要今晚就要适机 所以大家要趕着出片 就一定要转台适机 希望今天跌低过20点 因为他这个人太过分了 另一件事就要讲一下 就是有一个 快必, 谭德智 今天就在东区法院 承认襲击建制人士 判罚款3000元 那个就叫大隻man石房友 那条片我那天在5月底 我重复了很多片 就是他不断起飞脚踢大隻man 就没得抵赖了 被告在5月31日 在中环举行这个筹款活动 活动结束后 事主和朋友上前 因这个证件口角 两派人士互相指码 其实有20多个人 围住一个大隻man 期间谭德智 就是用这个左脚 就是一跌到man哥那里的 事后 事主 左脚红肿 及这个疼痛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香港的法官 这个叫做前例 他说 考虑到被告背景良好 被告背景良好 主动认罪 表现出悔意 有稳定工作及家庭 而事主受了 轻伤 轻判 所以判罚款了事 第一件事 就是你说 事主认罪 表现出悔意 这个肯定是错的 因为他在东区法院已经 说了粗口 不断问候香港警察 不断问候香港警察 今天有什么事呢 今天是8月18号 处理我四宗旺药 在6楼 1号停 前例 刚才有个老友告诉我 因为前例 警察 一点负义都没有 一点负义都没有 所以这个裁判官 前例 你说的说话是失实的 因为你看看今天 他判完之后 他在法庭的门口 已经是大声辱骂香港警察 如果有辱警罪 我相信他已经是入罪了 那接着呢 要说一下 如果这个前例 如果反过来 是 大只man 打瓦 谭德智 大只man 坐在监 大家想一下这个标准 不过谭德智 他也不会说 难逃法网 为什么呢 他现在背着6宗官司 即将会在粉领裁判处 那里是正常人的法官 不同 东区法院 全部都是偏颇的 另外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今天出席过 何君尧 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何君尧 就胆大心势 过三关 怎样胆大心势 过三关 立即去片 能够交给 何君尧 首先多谢 那么多位传媒的朋友 在抗疫期间 都来到立法会 今天都好多人 还有呢 前文政节目局 掌握 蓝红震男爷 都合适了 多谢男爷 今天呢 我就很快分享几句 第一个call 就是 支持何君尧律师 他有前瞻性的 建议 还有这个是两方来的 根据何君尧过去的 短短几个月的揣测 现在呢 一些大胆的建议呢 也都已经是通过了 例如 由23条 去到国安法 还有在立法会 延后选举 我们今天是联中三元 也都要强制检测 全民抗疫 那我相信呢 这一样东西呢 何律师呢 是在一个理性的角度呢 是可以帮到香港的 那我想说呢 就是 所有人都知道 强制检测 停摆香港十天 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为什么不做 香港政府 第一样东西 因为政府不够决心 加上反对派在现在目前的情况 仍然出来 非法集会 还是和理安全 和理声 还不知道和理做什么 还在扩散病毒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 你政府不够决心 现在我天就帮你 明天就爆风球 8号风球 就全香港 就停止 那你都停不了那个天啊 现在那个天就给你生死 你不停啊 我明天就打爆风球 是不是 我们就连打入 搞定咯 我们全部就 很简单 还有一件事 补充多一点 就是 我们根据 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 我们在事实呢 就看数据 大家看到 我们在中国的抗疫里面呢 是怎样战胜这个 新型冠状改革 大家看回一些 社会主义的国家 古巴 3000宗弟子 死88个 越南 926宗黎 死24个 辽国 202个 零死亡 中国确诊 8万4 4千6人死亡 澳门 46宗确诊 46宗全部出院 零死亡 这些呢 就是我们在西方国家 你看到美国 超过500万宗感染 死16万 意大利 英国 事实性的红别 都不用多说 所以我觉得呢 何君尧呢 他今天开这个 记者招待会 是别具意义 这个是救国救港 只要我们香港 可以全民检测 封关封城 和我们停摆 禁足你十日 问题 就迎刃而解 因为现在 无论是市民 上学的 上班的 做生意的 很多问题 现在是水深火焰 只要我们 壮事断备 忍了十日 问题就迎刃而解 所以我们要觉得呢 就是说 我们香港 改变不了 其他全球的地方 但是我们香港 可以改变到 我们香港 和内地的关系 只要香港 零托尘 内地零托尘 我们内需 我们自己 譬如做生意 或者上班 我们的内需 有经济体 所以刚才 德国说得很对的 起码我们香港人呢 可以回内地 做生意 或者上班 解决到 虽然我们去不了美国 或者去不了其他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 将自己的问题 本身解决到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 何君尧 我们这么多人 起码 因为这个是 具有前瞻性的 动议 所以我们希望 香港政府 听到 你走就行了 说完后再说 很激烈 好 可以游和一点 一定会找大卫sir说 去看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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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是 今天在这个 现场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 发表的 另外呢 就 昨晚正义姐 我们就有一个 8点半直播 可能就 不太理想 但是正义姐 很受欢迎 有些人就猜她是 陈一薇 有些人猜她是 李莉珍 有些人猜她是 关永河 正义姐 很年轻的 你看看 那些年轻的年轻 正义姐 这个是蓝雪宝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我们这个游戏 已经玩完了 我们这本书 就已经 我的助手 罗小姐 已经回答了 给大家了 所以大家 不要再 罗小姐 因为罗小姐 她有小朋友的 上夫教旨的 她回了家 就要 要照顾 她6点就下班了 所以大家 不要太多whatsapp 因为那个电话是她 不是我的 多谢大家支持 这本的香港示威背后真相 我想看看有个pdf 档 看看如何去google drive 就可以让大家随时下载 有中文版和英文版 这本书很好 记录了真事干 黄丝港独如果看这本书 是无地自容的 因为这些是铁一般的事实 全部都是杂警 杀警 他们那些无耻行为 就在这本书那里 所以这本书 反对派是不敢看的 看完之后 就好像鸵鸟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也不谈多了 希望在8点前 就可以出到一条片 大家就一定要转台 国家老鼠那里 今晚8点半 我就会播 我和新潮民 两段访问 有一个就是 川岛亭子 即是周庭 他在日本那里 讲了一些日文 日本其实是大事报道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在日本的报道 都没有说这个人是不 他只是报道事实出来 日本也是很油花圆的 他都不敢得罪人 所以两边都不讨好 然后 还有新潮民 就是访问 我们做人 其实有一些 价值观需要了解一下 两条片一起出 大概是一小时左右 希望大家转台的时候 如果没有地方看 就可以看看华记正能量 好了 今天时间的关系 先说到这么多 谢谢 全民解封 争取全民解封 10月国庆通关 10月国庆通关 一起强制检测 一起强制检测 决心掃走瘟疫 决心掃走瘟疫 全民强制检测 全民强制检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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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